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垃圾一樣被噴掉欸 好 哈囉大家好歡迎你們今天的遊戲實況 我是老皮 今天我們來玩一款叫 金帳漢國的免費遊戲 他是你自己翻的吧 沒有啦他真的叫金帳漢國啦 就是他那個當初歐洲在對抗蒙古 他們那個所謂黃禍入侵歐洲啊 大漢帝國 對然後那個各個歐洲封建領主 他們就是人人自圍 有些人呢就是似而不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其實他們這個蒙古就是這樣子 過去之後呢殺一城 有沒有想一城 就比如說我對這個城嘛 他不投降我全部殺光 他們真的是全部破壞殆盡了 然後呢其他人聽到就會怕他們就會投降 所以他們就用這樣的方式征服了大半歐洲 對然後這遊戲呢其實就是在講述就是 我們是一個歐洲封建領主 我以為我們是蒙古 沒有我們不是蒙古啦 我以為我們是蒙古 那應該反過來吧 這個應該是我們騎馬過去要打他們 對啊我以為是這樣子 是我們會被蒙古人入侵 然後我們要守住我們的城 要守住 對然後這是免費遊戲 他其實這個遊戲小而巧 我自己覺得就是做得還蠻不錯的 就以一款免費遊戲來講 我們先去體驗看看這個裡面有一個 Anderis的生存模式 看看你可以生存多久 要守層就對了 守層 那這個遊戲其實他很簡單 他就是有幾項資源 對比如說像這個食物木頭啊什麼的 所以一開始我們應該是蠻缺乏木頭的 我們先蓋這個伐木場 然後呢有這個食物啊 要種那個農田 農田的話是我們軍隊的供養來源 對然後後面還要再採集石頭是蓋圍牆 還有升級城堡用的 你城堡是可以升級 然後領地會擴張就對了 對我們可以通過這台擴張 可是他需要資源嘛 要資源 一開始其實木頭最缺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多弄點木頭這樣子 我們先把所有有木頭的區塊 全部拿走 對因為木頭他所有東西都需要木頭 比如說你要蓋這個農場嘛 你看他就要150 蓋這個房子 增加人口上限也要木頭 那蓋的伐木場呢 一樣木頭 所以你看一個木頭這個嘛 看你有擴張到多少的這個森林 他就算每一回合他都加多少 他是算回合的 回合是算時間啦 比如說每隔幾秒鐘 他就算一回合 一回合這樣 對對對 加20加20 所以一開始我們資源很少 什麼時候不能做 而且我們還要把城堡升到二級之後呢 二級才有 才有就是什麼守城的那些特殊兵器之類的 不然看我們現在只有這一對弓箭手 二級 二級 就這樣子而已 看起來很單薄耶 對 因為你前排都沒有啊 沒辦法 然後我們上面這邊你看 現在目前食物快滿了 所以我們要盡量去消耗我們的食物 看一下 可是我們也不能蓋兵營耶 可以 可以蓋啊 先蓋個兵營好了 我們兵營蓋在城堡旁邊 就城堡周圍 然後圍圈這樣 對 那我們先造一對步兵好了 步兵他就是只要100塊肉 然後什麼都不需要 我們肉快滿了嘛 那就乾脆就把他拿來當做那個 肉盾 喔 因為你看這個喔 他這個弓箭手 攻擊力是4嘛 可以射90 可是 他是對步兵會有傷害加成 對 然後步兵超爛 步兵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肉 一塊肉 一團肉 一團肉 就這樣 我跟你講初期要幹嘛呢 就是瘋狂去蒐集樹木 蒐集樹木 然後等到我們樹木夠多之後 再開始廣設農田 快速發展 沒錯 因為他升級城堡需要的是 400樹木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需要的是伐木場 有點像世紀帝國耶 有點像 可是他是有點像是說 生存版 來了來了來了 這麼快這麼快喔 比開還要快耶 三分鐘都來了 兩隊耶 這什麼 兩隊步兵 一般棍棒兵 這應該是探子而已 黑暗時代的棒棒兵 蒙古里安的這個步兵啊 他打是怎樣打 就是就這樣打 就這樣打 就是硬碰硬喔 對可是他兵種會有相剋 我看一下 我們這邊再去弄點木頭好了 先不管他戰場 對 戰場什麼的 喔有耶 石頭跟那個 這混合 喔20個樹耶 不能蓋 可惡 不能耶 該死 只能12根 12根 我們去看戰場 有滅掉一隊了 嗯 喔 變很快變很快變很快 我們攻擊一波那個箭射他上去有沒有 他那個 傷害你看有沒有特別高 因為他對步兵會有加成啊 又來了來了來了 蒙古鐵齊了 這麼快 說大漢大漢就到 對 大漢藏國 完了完了完了 而且他們三隊蒙古 馬背上的民族 我感覺到你要涼涼了 我的弓箭狂射 怎麼辦 我這邊要再多徵召一隊 他在敲你的主堡 他直接打我主堡啊 對 我是可以修啦 我是需要石頭 欸他完全直接不理我的兵耶 他不理你了 沒啥沒啥我這邊慢慢清 他就是那個 一毀滅一響 你就是那個被毀滅那一個 哇 我就是被毀滅的城啊 你就是被毀滅那一個 完了完了完了 今天歷史要被重演 你猜我在 猜我在我這邊了 有了有了 可以蓋槍兵了 克一下騎兵 槍克騎啊 至古至今不變的道理 我升級有城堡啦 等我城堡升級完成我就不怕他了 好 等一下 你看他長矛捅破你的城牆 有文不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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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長矛兵呢 欸不對啊 蒙古他哪有那個騎槍兵啊 他們不是都是那個嗎 蒙古有啊 他們一樣有啊 欸你知道 很多人認為蒙古人就是怎麼樣 就是騎著馬 然後穿那個輕甲對不對 其實不是喔 蒙古人是有重裝鐵騎的喔 蛤 你不知道嗎 可是他們沒有自己發展那個 有啊有啊 他們到處搶怎麼可能會沒有發展 你說到歐洲以後就有那個 他們的沒有他們 自古以來就是游牧嘛 那游牧的話其實對這個 科技 事實上是很那個的 就是發展很快的 因為你到處每個文明去掠奪嘛 對不對 就學到那些技術 什麼製鐵技術什麼 他們都有的啦 不然為什麼他們打歐洲用大砲打 喔對齁 對啊 用火砲啊 是不是 哇 只是不是說像 就是他比較像是有點像威嚇型的啦 威嚇型 對啊 當然是我們沒有那麼誇張 像什麼後來的那個時代那種大砲很大的 然後一發就把你城牆炸爆了 不一樣 欸又來了啦 而且這次好像是恭喜兵對不對 六隊 對對對 欸有兩邊欸兩邊包起來欸 那我們是要換弓箭的時候 欸我覺得我這個好像不太夠欸 上去硬鋼可以嗎 硬鋼不太行啊 恭喜兵 你城牆還沒修完 又要靠靠靠靠靠靠靠 對啊一直被射 欸別這樣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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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血掉超快 血掉超快 血掉超快的 別這樣別這樣 我覺得我可能撐不 撐不久了 我覺得你要不要先趕快發展圍牆啊 來不及啦 怎麼弄啦 你先擋嘛 你先把他包住 包不了啦 而且他們兵太多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沒想到 完了你的那個 長牆兵被射歪了 長牆兵完全 然後又來一隊 又來一隊了 又來了嗎 又來兩隊 哇又來三隊 啊啊啊啊 安息了 你安息了嗎 我安息我要安息了 我準備被安息了 我這個沒辦法 這個真的要用城牆擋欸 不然你根本 對 所以要用城牆躲在後面去攻擊 不然你會被拆太快 哇 你沒有兵了 米給了 米給了 你看你看那個血 你看那個血 你看那個血 太多了啦 來不及 我跟你講 大俠 請重新來過 請重新來過 有了有了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食物多招一點 等一下我要爆兵了 什麼叫爆兵 爆兵 就天氣熱的時候會吃的那一種 我以為你要講一些很正經的東西 哈哈哈哈 窮兵獨武啊 可是其實你知道為什麼他們當初就是歐洲啊 遇到這個蒙古人入侵 沒辦法 因為不團結啊 對 他們都是各個一個一個那個 像領主這樣嘛 封建制度的關係嘛 所以就是 就國王叫說 欸來幫來幫來幫 他說我幹嘛要 因為大家都有在那個 判算什麼東西 都在互相判算 可是到最後面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因為這個主力部隊都被消滅掉了 而且你知道他當時其實也是有人派兵去幫忙 然後你知道他們後來發生什麼事情嗎 什麼事 就是因為當時他們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有辦法打敗蒙古人的 然後他們在那個河邊的時候嘛 看到這個河了 我就想到了 他們在河邊的時候呢 那時候 蒙古人就派了探子嘛 去旁邊就是 挖那個東西 大家要就是用他們的騎兵來做危機 對 然後就是那個 負責率領去抵擋蒙古的那個國王呢 他就是 想說 好 那不然我再河了對岸有沒有 我就 用那個馬車 就是他們那時候是有弄馬車當補給嘛 對 我用馬車就是組成那個防禦圍牆這樣子 讓那個蒙古人沒辦法就是 這麼這麼順利的路徑 對 啊結果誰知道呢 他們用那個馬車不圍成還好啊 一圍 一圍成啊 那個馬車等於是火把 因為那個蒙古人就是騎著馬把他們團團包圍啊 然後一直不斷的騷擾騷擾騷擾 可是其實騷擾的他們以為很多人對不對 對 事實上是一小部分 只是因為看起來很多而已 對 然後到那個天亮的時候啊 這個時候 那時候蒙古人就直接就是 怎麼講 從那個 他們剛好渡河了嘛 對 然後就順著這個河口呢 所有三方面包圍啊 就活活的把那個國王給圍死了 對 要不然其實他們那時候 如果國王他不要 退守那個橋後面的馬車的那個 陣型的話 如果守那個橋 事實上蒙古人還沒辦法三甲過來 他們一度其實是蒙古人已經 他們沒有退路了 對 因為蒙古人其實一度是已經 快要被打 打回去了 對 因為他們那時候他們的陣型其實 因為騎兵沒辦法在 小崖地形發揮嘛 對 對不對 所以 事實上 我覺得 如果說那個國王那當時再果敢一點 也許 歷史就不一樣了 就不一樣了 就變成那個 你知道那個 歐洲騎士征服蒙古 應該也不可能啦 沒有啦 幻想嘛 因為歷史我覺得就是 有很多的變化 這才有趣啊 對不對 其實緊住了 有欸有欸 對不對 所以那個城牆戰術是有用的 城牆戰術有用 因為城牆上面 弓箭手會幫忙射 對 對 等於說就是 歐唷來了來了來了 大團大團的 歐唷 總攻擊總攻擊了嗎 總攻了總攻了 他們總攻了 後面OK吧 我那邊還有一大堆的那個 再爆兵再爆兵 兵不夠 這就是我的 我的榮耀 可以喔可以喔 後面後面後面 後面顧一下後面顧一下 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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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超大頭的 後面超大頭的 他們的步兵團 他們現在打算正攻了 對 你看他們已經拿了雲梯出來 有沒有看到 要來正攻我們的城池了 他們被我們的那個 厭城也騙到了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那個戲是假的 假城 對 他們以為那邊有人 以為那邊事實上沒有人 對 這是一個農地 對 什麼都沒有就是騙你的 我都不知道我在蓋什麼 請問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那個 當 就是當年有沒有 有那個 泰坦族啊 他會破城牆進來吃人 哈哈哈哈 有有有有 有那種感覺 有那種感覺了 哇 欸 等一下 金睿部隊 哇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下面的城 一層 只有一層而已 我要直接在別人臉上蓋城牆 把他擋住 你看他臂力很強欸 這麼遠的地方 然後可以把那個城 你知道其實古代的弓箭手 大家對於弓箭手都有個迷思 你知道嗎 他們都以為說弓箭手是很就是瘦弱 像很多遊戲不是弓箭手近戰被敲幾下就死了 對 但是 古代的弓箭手 我想是弓箭不是弩箭 很強壯 他們都要很強壯 因為古代的弓不是複合弓啊 他們的弓事實上要拉得動那個弓啊 你必須要有足夠的體力啊 而且還要有足夠的身高 他們那個弓要張開要五六十磅的力道 對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要從小去訓練 那弓箭手都是都不簡單的啊 不是像那種電影就是說啊弓箭手這個 什麼像那種什麼精靈弓箭手 對 其實我覺得魔戒的弓箭手就還做得蠻好 是因為你看那個弓箭手不是 也是拔刀出來跟別人對打 對 事實上真的 你以為靠近他就可以搞定對不對 不可能 事實上沒有喔 你靠近他他會拿他的那個什麼釘頭槌 或是拿他的那個箭 直接把你頭敲爆 這遊戲我應該是 我覺得我應該是破關了吧 破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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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應該沒想到吧 作者可以到我平台下面留言啊 希望你可以把遊戲做難一點 這遊戲太簡單了 很多人 你知道那時候為什麼會想玩這款遊戲嗎 因為很多人在他們那個下面評論區抱怨 他就說這遊戲做那麼難到底給誰玩 然後我想說真的很難嗎 因為你知道我這個人更就是這樣 真的很難嗎 那我來試試看好了 你剛才第一輪也被打輸喔 你在那邊 我第一輪是我還玩不熟喔 是這樣嗎 是這樣子啊 我剛剛還跟你講說你上面被打穿了 不然的話你早就被穿到底囉 沒事啊你看我這個血 有沒有 沒事 有啦破台了 破台了 太簡單了 希望大家可以超過我的分數啊 我已經守了快一個小時了 真的是秒殺欸 真的是秒殺欸 破了破了破了沒意思沒意思 被我完成這樣子 我要直接拓陣到他家去了 我要從 這個歐洲 直接把我版圖拓陣到蒙古去 把城牆蓋到蒙古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 這叫做 這叫做 一里長城 一里長城 一里長城啊 一里長城啊 呵呵呵 就BATTLE BATTLE BATTLE 又BATTLE 打不贏我就跟你跳街舞 我找他們出怪點了 邊界了邊界了邊界了 就讓他們出怪點對不對 應該是喔 我賭這個地方就好啦 把所有出怪點封鎖 封鎖 然後他們兵都吃不來 一出生的時候 就被攻 那個城牆上的射爆 對 太扯了啦 哈哈哈哈 不是我們真的把遊戲玩壞掉了 這集youtube標題就叫做 我把遊戲給玩壞了 嘿嘿嘿 哈哈哈哈 我的兵也在起點 也在起點 大家在幹嘛 出不到對方 這就是安息人戰神 安息人戰神 各位看明白了嗎 這還真正歷史上安息人就是這樣 難怪蒙古突擊 天下無敵 原來就是因為你抓不到他啊 欸我的兵球被吃光了欸 對啊 完了完了完了 看我被安息人了 我感覺到微了 欸我覺得他是故意設計就是 你後面會被滅掉 是嗎 因為我實在玩 我玩太久了啊 你看他不會改成這樣 血量變1萬8了 好強喔 他就是會無限的拓增啊 這遊戲 就是沒有上限的 一直加速之上 對 就會一直跌一直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這是機關槍吧 請問這是機關槍嗎 後面已經不是 什麼靠什麼近戰肉火 我完全就是 看誰的攻打比較快 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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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到枕頭不見 好扯喔 看誰比較扯啊 沒關係啊 你有你有安息人 我有魔法啊 我有 我有名叫這個 格林機關槍的魔法 這個時代如果格林機關槍的話 你應該可以統治地球啊 對 南無加特林菩薩 一席三千六百轉 他們想要進口 他們想進口 我已經 我已經不在乎勝負了 你知道嗎 我只想看這個魔法 到底可以怎麼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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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扯喔 好像垃圾一樣被噴掉欸 好扯喔 好扯喔 算了啦 我跟你講我放 我放給他推了 放給他推 可是我要看這個魔法發威 有沒有四千個弓箭手 天變黑了 奇怪 怎麼天黑了啊 哈哈哈哈 沒有下雨了 這天怎麼黑了啊 怎麼變晚上了呢 哈哈哈哈 下起鑑魚了 對 天黑了 浮誇了 四千人的弓箭 這就是我四千人的力量 接受吧 哈哈哈哈 哇靠 你真的是真的是加特林欸 你看他掃過去很事變野 南無加特林菩薩 你敢偷我家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沒有怕的啊 來啊 你有聽到什麼聲音嗎 你有聽到什麼聲音嗎 嘖嘆嘆嘆嘆嘆 暖機完畢 射完了 階王 我能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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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得住嗎? 守不住了... 不行... BOOM... 這什麼畫面啊? 你看又有盾牌耶!好帥喔! 我的分數有沒有世界第一啊? 好啦,這個我最終成績啦,大家可以挑戰看看好不好? 這個...個十百千萬、十萬、五十二萬多啦 我們其實稍微放點水了 那希望大家可以超越我的成績 那你可以就是在下面留言到你待機打到幾分啦 希望大家就是...把你的成績呢,秀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等下大家都想要用你的那個... 哈哈哈哈哈哈 吳迦特林菩薩 OK好啦,那我們今天Squad到這邊啦 那如果大家想不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別忘了就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對 OK,那我是老皮 Adee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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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K